室友的秘密 在一个繁华的城市 有一座富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老宅 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人 其中有一对室友 他们的关系看似平凡 却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 主角是一位文学爱好者 对严肃文学和艺术有着深厚的兴趣 她平时喜欢安静的阅读书籍 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而她的室友则是一位神秘的女性 名叫李靖 李靖外表看似普通 平日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 但主角却在某天偶然的机会中 发现了她的一个惊人秘密 那天晚上 当主角回到家时 意外听到了从李靖的房间 传来的一阵震探息声和声音声 起初主角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但当她仔细倾听之后 才发现这个声音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听起来似乎有点熟悉 主角心中不禁伸出了一丝好奇 她决定暗中调查一番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 主角趁李靖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进入了她的房间 这个时候 她才发现原来李靖是一位H文太太 她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色情小说 和H文作品 而更令主角震惊的是 李靖竟然在里面塌着她的房子 面对这个惊人的发现 主角感到一时无所适从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但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 她决定以开放的态度面对这个问题 并且试图与李靖进行一次坦诚的对话 于是 主角给李靖发送了一条私信 你好 能跟你聊聊严肃文学与H文的事吗 对此 李靖并没有立即回复 而是过了一会儿 才轻轻地回了一句 又来个SB 这个月的KPI够了 主角心中一惊 没想到李靖的回应如此冷淡 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而是耐心等待着李靖的回复 最终 李靖还是回复了她 你好 洗耳恭听 于是 在这个充满着秘密和悬疑的故事中 主角和李靖展开了一次 关于文学和人生的对话 他们从彼此的世界中学到了许多新的事情 并且逐渐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这个关系可能并不完美 但却充满了真诚和珍贵